以悲造酒 生命之美 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 无上圣圣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净读法门的理论与实修 往生论子要略是 各位师父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各位居士 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请放长 好像会沙沙的 我们今天很高兴 再次来到等官社的学校 就是我们台中科技大学 是在车水马龙的台中的繁华地区 但是这里是非常安静的 在这个安静的环境当中 我们来研究净土法门 净土法门就像同学刚刚所说的 其实是一个很实用很强大有力量的一个法门 但这个法门也因为它实用强大好利用 那么它同时也是各宗各派都会倒规的 什么叫做倒规呢 就是说我的自己的宗派 我自己宗派的理论 但这个宗派的理论最后也能够倒向 归向这个净土法门的这个修持 那么禅宗 律宗 净土宗 净土宗就不提了 华言宗 秘宗 乃至于藏传的秘宗 东传的这个东秘 也就是日本的秘 东秘还分两大系统 一个是东秘 一个叫做台秘 那么你看 当然禅宗有异议 禅宗有看法 有两个系统 一个系统看法是禅就是禅 净就是净 它不一定是和修 但到了北宋的时候 其实就有很多禅宗的祖师 有名颜寿大师是最代表的 所以有禅有净土 犹如戴交虎 所以他这种观念 有禅有净土 犹如戴交虎 那么这个无禅无净土 这个同禅并铁柱 意思是说你完了 你没有得解脱 那么这个有禅无净土也何可能呢 只是你靠你自己的自力 那么有净土没有禅 其实他还是可以成就 但有禅没有净土 也是可以很好的成就 不过那就淡皆上上鸡的人 所以有禅又有净土 那么就是根基可以有生浅 那么得道却是有保证 那这意义就不同了 但长期以来 这是一种泛泛的分类法 也没有决定这样分 他说法是下根 中根 上根 三种根基的人都可以得净土中的利益 那么到底问题怎么定义这上中下三根 其实这是一个修行的概念 或者是一种导引大家了解佛法 或者是分别佛法的时候 我们给予了一个很简易的分类 这种分类也很难说 要用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计量性的标准 来 我给你评量一下 我们知道有量四表 忧郁症也有忧郁症的量四表 躁郁有躁郁的量表 乃至于你家要请一个什么 看护外劳 老人 那个你家也要有除了有老人以外 那个老人也要有量表 那个八四量表 现在有没有变九四 还是七四 不知道 海上还在用八四量表这样子 你看 就是量表 那我们净土法门的 所谈到的三根普贝 这个到底有没有所谓的量表 但基本上也没有这样做 量表填一填之后 你叫中根 他叫上根 他叫下根 有时候很 为何我说我是下根呢 比如这样 所以特别是佛门也讲求这种和和 也不要给人家在情绪上波动太大 再来就是又讲到缘起无自信 什么叫缘起无自信 就是可能你正在写这个量表的时候 你的想法或者这个量表的设计 是对你来讲是属于一种不适应的 那所以填了半天你可能就变成下根 那也可能你填起来是上根 那是另当别论 总而言之这种标准也 佛陀没有这样建立 古德只是概念性的谈上中下 让你个人各自对号入座 或者谈一种概念的时候拿来运用的 他并不是对于个人一种强制性的指称的 你就是要说下根 你就是要上根 倒也没有 但无论如何呢 净土法门是三根普辈 那意义就特别了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说这种无论哪一种分类 你在佛门当中都是可学习净土法门的 三根 无非就三根 那么第四种根器就是 有啦 有一种第四种叫上上根 那上上根也一样 也是属于上根的那样 那不然来个下下根好了 要不要再把每一根再分三平 那就变成九根 下下下下中下上 如是这般这样子 然后中上中中中下 这都没关系 但是他的概念 所谓三根普辈的意思是 各种根器都适合 那好了那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说佛法的修行 它就有一些特殊样貌 第一种样貌就是说 你的根器到底适不适合哪一种法门 那要看你自己 那这个就叫算整包 要选了半天根器 但是法门八万四千 有没有哪一种法门 大家都适合的 这个就是很多初学佛者 或者是想要利益众生的长老大德 他会去思考的问题 就个人的利益来说 就个人需求来说 我到底是什么根我还不知道 那我下手在哪里 我下手处在哪里 我记得我还在读书的时候 那刚开始的时候 就接触到净土法门 净土法门那个时候并没有认为说 那就是我一辈子要修的 我只是这样了解了解 但刚开始我读到的时候 三根普辈 我也不觉得三根普辈 那大家都会修 那我觉得我也不一定 那是这种法门 那时候想法是这样 我没有什么恶意 也没有什么三心两意 我只觉得还不知道很清楚 你突然间叫我 就决定修哪一个 我好像也弄不来 其实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 就是一种障碍 坦白讲 怎么说呢 就佛法本来的意思来说 你的投胎来到人间 你每一个呼吸 你每一个坐念 其实都在随顺的过去的业力在推动 当你不修行的时候 都是这样 所以你会遇到谁 你在哪个家庭投胎 在佛教的意义上来说 那就是你过去选择 你的选择 那绝对不是一个偶然 事件要是用偶然来决定的话 那么事件的因果就不能建立了 那时候你偶然被撞到了 你偶然去读这个学校的 那么如果是这样 你偶然遇到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娶了你 那你偶然在那个时间点答应他 下一个时间点可能不答应他 不过这是事实 但这些都是偶然 那这样的话 你的感情的努力 人生的价值等等 就完全被偶然所蒙蔽 也被偶然所 所导引 那你的人生的那种基础 意义价值就变得非常的薄弱 怎么说呢 你当然可以为人间努力建立价值 但你终究有无名 自私 贪爱 我之 这是一种对内在 内在的觉性的不理解 所造成的这种渴望感 这种人的渴望感 是因为人类的有限 人类的有限 这种人类的有限使得自己的存在 就显得很脆弱 因此我需要一种另外一个人 或者我人以外的物质跟名声 跟人的他人的信任等等这一类 使我觉得我的生命是可以稳定扩张的 这就是人类讲所谓的理想 但佛法来讲它就是基于我职无名 所生起的渴望 渴就是饥渴 望就是仰望 有时候会被翻译成可爱 就是爱 爱然 这种爱然表现在物质 精神 最后也表现在人际上 因此我们就需要有什么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乃至于我佛门里头讲的 财色名十岁这一类的物质的支撑 那这种支撑在正确的状态 在符合佛法也符合一个什么呢 这个善的因果状态的时候 我们说这叫伦理的 合乎道德的 法律的 但是如果它一直扩张为 极端的伤害别人而获取自己的需要 的时候我们就说它是自私的 无名的 造恶的 这些就在因果的本栏来讲的话 它本身没有名字的 没有哪一个因果被定义为恶或善 可是它的反应会形成恶跟善 那么这就形成了所谓的 因果轮回的宇宙观 人生观跟哲学观 这种观察在很大意义上 大部分宗教都接受 问题只出在建立这个因果的 到底是法尔如式的真如诗相 还是要一个人作为媒体 作为最终的判定 当人作为媒体作为判定 那个人就叫神 叫人格化的神 这个人格化的神 他就判定了因果是由我来设定的 因此既然是由我来设定 我也可以扭转你一向认知的善恶跟有无 比如说我上个礼拜才在台北那个会聚 不是会聚 佛陀教育基金会 然后同学有一个这个 也是大专演讲台北 那那个是什么呢 那个是孝道 讲到孝道的时候我就说 在华人社会里的孝道是怎样子 比如我有个双胞胎弟弟 我跟他两个人是同软双胞胎 那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我就有就是交交朋友 跟现在比起来都很难说 那是什么男女朋友 跟现在比很小儿科 不过就是有这些经验 有这些经验之后我当兵中间回来 看我母亲的时候 那那个当大家都会这样想 你都毕业了 那除了要国外去读书 那时候我还不敢公开的跟他讲说 我要出家 你大概就到国外去 物理系嘛 这是国外读书 那要不你就 你就在国内找个什么工作 当老师 然后这个结婚去了吧 这样 那我知道他大概要这样想 我想我避免这些麻烦 我先跟他说 我就跟他讲说 没有啦 我就跟他讲说 那个老菩萨 那个如果我将来 我先这样待一下 我要出家 但我不能说我就要出家 我就假装 假装那是条件之一 你懂啊 我就这样跟他讲 我说 那个妈咪妈咪 我叫我母亲都叫妈咪 妈咪妈咪 那个 关于未来你的媳妇的这件大事情 我娘就 好哦 要跟我谈这个事 做娘的最爱谈 关于未来媳妇这件事 然后她有点受宠若惊 说我可以跟你谈吗 那种感觉 当然可以 然后我就说 我送她一个大礼 那时候她过生日 没有什么东西 我就跟她讲 我说 那个如果我没有出家 你看我这样讲 如果我们 其实我在暗示她 我很想出家 但如果没成功 但是因为我要送给她 我要跟她谈媳妇的事 她不会一下子想成我要出家 你看我有这种技巧 这叫做话术 你懂吗 就是让她慢慢的青蛙煮 温水煮青蛙 你懂吗 慢慢适应关于她的 唯一的儿子 要出家这件惊天动地的厄运 这二号之前 让她慢慢先熟悉 其实我就跟她讲说 今天是你生日 我要送你一个礼物 她说今天是gay 其实我们家那时候 家道中落了 没什么钱 所以我们不会想象的是 送什么大的东西 当然儿子送妈妈 不是说用多少钱 如果要当兵 有一点小钱 我当兵有一点小钱 是因为 我又去当家教 我又去外面讲经 我在当兵的时候 我在外面讲经 然后再来我又怎么样 我又吃素 吃素的话 是不是在军中就废掉饮食 废饮食 废三餐 就三餐她退给我 我们的国防部还不错 蛮有良心的 她退三餐的钱给我 那我再去搭一贯道的餐 搭一贯道的餐 我是搭一餐 那我是不是就赚两餐 对不对 但是我其实吃两餐 为什么呢 因为一贯道想要听佛法 我就跟他们讲佛法 他们送我免费早餐 然后一贯道有一间 专门煮菜吃饭的地方 这个中华民国 他还是有福报的 这个国家应该要这样对待宗教才对 也应该未来要继续这样 这一代宗教才对 这是我亲自经历过的台湾的政府 那时候是国民党的政府 那时候没解研 所以他对待 因为是有人跳楼 有一贯道被逼得要吃荤 跳楼 然后这事情闹到当年的蒋经国那里 蒋经国一句话说不必这样 应该给他们吃素 吃素的时候 这个我下部队 我下部队的时候 集合的时候 那个辅导长就说 现在看你右边 看右边 目标300公尺 这是他们说的 这个餐厅集合 说完毕之后呢 他就说五秒钟地球消失 讲完话之后剩两秒钟 听懂吗 军队是搞这套的 你懂吗 五秒钟消失 意思就是说五秒钟到达那里 跑到那里去 当然不可能 他要你就快一点就对了 那我讲完话呢 剩下两秒钟 干 这是什么吗 这是什么道理吗 这样子 他就这样讲 然后我们就这样 然后他是餐厅 然后说完毕 就不用排队了 一向二虎铺羊 刚入军队的 就刚入这个屏东机场 我是在屏东 我是空军 然后就说 一黄风过境这样 飘过去这样 我们的辅导长 什么那个大板长 就是那个叫做什么 那个叫做队长 我们没有连长 我们叫队长 空军不一样 队长 傻眼 为什么 一群人飘过去 有一个人站在那里 动都没动 就是我 然后那辅导长 还有两个寺馆长 全都已经落血了 一直说哇 新兵 就这么耍帅 不垂他两下子 以后怎么教 他就这样想 他就那个是是是是 是官长就走过来 然后当然就问候一下我娘跟我祖母 他就这样当然稍微问候一下 问候完了之后 我当然是跟他讲 我娘很好 谢谢关心 是这样 然后骂完了之后 他就说 为什么 你不动 他指着我鼻子 报告班长 说是官长 报告是官长 我吃素 我想我后面倒一堆 你不敢说什么 我早一天讲 他就打了那个什么 那种拐拐的手机 那种不是手机 拐拐那个 他就呼叫 呼叫就一罐到来 带我去吃 就这样我吃了一年十个月 那我在这边就收了一些钱 所以这样一切我就有些小积蓄 小积蓄之后我就 那天我母亲生日 我就跟我母亲讲说 那个我送你一个礼物 然后就什么礼物 我说这个是无形的礼物 然后什么 我就跟他讲说 如果我未来没有出家 那么将来就要结婚 结婚的媳妇全部你选 我只要高中有毕业就可以了 这样以后出国去 万一要出国 wc那两个字看得懂 这样就ok了 这样 哇 我娘如获自保 真的哦 你真是要给我拿去算吗 真的让我帮你选 我对啊 但我当然还加了两样 我说你要看得舒服 我看了 那我据我看得舒不舒服 我不好说 但走出去不会吓到人 这样就可以了 好 这样就可以 那学问就是高中以上 高中以上 我没有说到多少 就有读到高中这样就好了 这样大家有的谈这样就好了 你ok最重要 哇 我娘好感动的 忘了我跟他讲的前提是 如果我没有出家的话 他忘了这个前提你懂吗 就是我是这样慢慢的跟他青蛙煮温水的 那我是这种态度哦 可是跟我一样的双胞胎弟弟 那就不是了 我出了家了 他也知道我出家了 那么他们的早期 30年前的他是认为拜过神的 他们把佛都当神看了 拜过神的东西不能吃 那只魔鬼的不能吃 还是这样 所以跟我的沟通就纯粹聊天 我请他吃他也不敢吃 他请我吃 他觉得他没有吃素 他也不好意思 所以我们就纯聊天 有一次话什么事情 聊天 大家都要聊天 聊了聊了 他已经娶老婆了 我出家的时候他已经娶了 那说到他娶老婆 他老婆有一个特色是怎样 看了我是和尚了 都还在跟我传教 你知道吗 我们佛教徒要是这么样有gas就好了 我去看我弟弟的时候 刚好我弟骑机车不知道干嘛 所以我一开门什么一个少妇 我都不好意思 我没见过他太太 那个时候 我怎么找错奸 他说没有啊 师父 那个德恩帅你等一下要来 他已经叫出我弟弟的名字了 你看我弟弟的名字都那么的基督化 德恩 你知道了很多基督徒就是什么恩什么恩的 德恩 你看 好吧 OK 然后就 那这个名字一般在外面没有用 他在外面用另外一个义名 义名 他有另外一个法号 为什么 因为他在当补习班老师 他要用另外一个 假名 你听不懂 有 在网路上都找得到 OK 好 那么就进去了 进去了之后在等他 我就觉得真不好意思 这个孤男寡女的坐在那 怪怪 我就跟他讲 你门怎么打开 他就是这样 当然他完全不知我们这种戒律的问题 他就那么细不发聊 他就 居然聊成怎样 那个师父 其实你们 我听德恩讲了 说你们佛陀也很厉害 他用厉害两个字 也很厉害 但是你知道吗 如果没有我们上帝创造你们佛陀 你们佛陀也没办法那么厉害 所以其实信我们上帝也不错 我现在想 你有没有搞错 我都和尚了 你还在跟我传教 我弟弟回来 他就不再好说这个话了 我就印象很深刻 所以我了解他太太大概就是 是他的学妹 算了 就这样 有一次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在冰果寺里聊的时候 那个就荤食 素食都没分了 就聊的时候 就要聊什么 他就跟我提到了 我就说 你们这基督徒是怎么样结婚的 我很好奇 我说你这家伙以前交了那么一堆男朋友 女朋友 他交了N个女朋友 他几乎每换个女朋友 我就受害 走在路上 他从高中以来 国中以来换女朋友 我第一个先知道 为什么 因为在街上就会有人对我撒笑 或者说为什么看到我 你都不讲话 我说你是谁 你是谁 我认错人了 他会这样子 所以搞了半天 所以我很知道他又换女朋友 是这样 然后他自己换女朋友 他还跑来 他妈妈会跑来跟我娘 怎么样 炫耀 讲炫耀不好听 真的就炫耀 哎呀 你知道吗 我这家伙子 你现在最贯贯帮你朋友 我娘就 他就住在我们家隔壁而已 是这样 两个人都给人 我们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是我兄弟 但他知道 他知道 因为他们家的隔 他更另外一个家 在旁边 他知道他多话 有跟他讲 但我没有 我从来不怀疑 我娘跟我的关系 我也不会觉得 那两个人在行 我觉得差很大 他想法跟我想法完全不一样 你跟他同样 有得漏气 我是这种想法的 你懂吗 虽然那时候没人学佛 但思维上是这样子的 那一直我跟他聊天很 完全没有违和 也完全不会以 你我是兄弟这种态度 就是好奇 我都出嫁 我对他很好奇 我说你们 你们这个结婚 你当时这么多女朋友 你怎么会选这个 我一直在想说 选这个 你看看这个我都合上了 他都还在跟我传教 你情况是怎样 他就说那是他娘找的 怎样怎样 我说那你娘找的 你觉得呢 他就跟我耍帅 他就跟我耍帅 他就跟我讲 没有了 我们基于上帝 我们相信上帝为我们选的 上帝上帝 那个时候我就这样想 你上帝那就对了 那我也不好说什么 但我就接着说 那你们这样子也没有什么 经过认识了解恋爱这过程 那你们会怎样 他说对啊 也是会吵架 后来当然关于这件事情 我私下 我跟他太太熟了 我私下问他老婆 他老婆跟我讲 什么才吵架 下面一句话才好玩 我们结婚七天就想离婚了 但是因为基于上帝 你懂吗 他们是不能离婚的 所以你看 人家的宗教信仰是这样子的 然后撑到今天 讲撑抱好不好听 这到了今天就对了 不好说撑 人家的家庭 我们不能这样讲 就是说他们也走到今天 也还好 OK 他就跟我聊一件事 我刚刚说 我说我母亲就你选 就是我媳妇你选 虽然后来我出家没这个事 但他就不一样 你知道他怎么说吗 他说有啊 有吵架 那我说吵架怎样 他就有一次跟我娘的关系 你看跟娘 就是婆婆跟媳妇的关系 谁都逃不掉 他就跟我讲说 那这样吵架了 那后来呢 我就跟我妈 我娘说呀 我说怎样 说你不能够对我太太这样子凶啊 你不能搞不住我太太啊 因为太太是上帝所赐的 你要尊重上帝的选择 注意 你看看 我的想法是 就交给娘嘛 她的想法是 这是上帝赐的 任何谁都不能对我太太随便说什么 她放过来说 娘不也上帝帮你找的吗 我其实我反过来跟她讲 娘不也上帝帮你找的吗 两个都跟上帝有关呢 为什么要顺此顺彼呢 扁彼呢 他并没有扁的意思 他意思就是说 我那个娘还是 我娘应该要对于上帝要更加的尊崇 上帝赐给我这个老婆呢 更加的有她的密意 也就是说他们讲因果也讲 但是因果的最后有一个是不可试探的 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上帝的意志 了解吗 上帝的意志是没有所谓合理不合理 逻辑不逻辑的问题 只有上帝唯一知道 你不能刺探 来讲到净土宗就不同了 很多人都会认为说你念佛 一直念佛那到极乐世界 那不是给快乐的世界吗 会不会跟上帝这种思维很接近 那么也是我们讲信愿行 他们讲信妄爱 好像差很大 我先说理论上的差异 我刚刚已经讲了 在上帝之下是没有所谓的逻辑 或者是客观因果可以限制上帝的 听懂意思吗 唯有上帝愉悦 上帝恩赐 上帝的意志 这三大象愉悦 恩赐 意志 这三大象都不是人类能够自我改变 跟自我寻 可以寻找 但只有两个可以寻找 愉悦跟恩赐 上帝要愉快 你得顺上帝的意思 你要让上帝欢喜 这是你跟他的因果 再来他恩赐 这是基于让他愉快之后 他要不要恩赐于你的事 那是他的事 但你可以操作 但还有一种是你完全不能操作的 是他的意志 比如说我到美国去演讲 去纽约演讲的时候 那么刚好他们911事件的第二年 整个纽约在一片愁云苦雨当中 那种气氛完全感受得到 我在纽约上周的那个庄严寺 他们就有个地方电视台 很诚恳地说务必要来访问我 为什么 因为他们正在受到这种心灵的恐惧 然后就东问西问 他访问没 他就东问西问 我是老觉得他问不到 问不到端点来 问不到重点来 最后让他问完说 那你们还有问题吗 他说没有 你能够对我们这个美国的社会 有些什么建议吗 我说有 大家一般人都说没有 你怎么会说有 我说我不但有 我还很大一个建议 我说那愿闻奇想 我就跟他讲一件事 我说没有错 那是一个你们的禁忌话题 但是既然你们这么好 这么虔诚地来问我这么多佛法的 跟文化差异的 宗教差异的问题 那我也本于一种文化差异 我要告诉 我跟你们聊一聊 你们现在正遇到的事情 现在美国纽约就在去年 你们被打掉那两个塔 整个全 不要说纽约全美国都在很忧伤当中 是吧 我说是 那我说人生自古谁无死 不是因为死亡 人类有这场灾难死掉多少人 才会让你们美国人忧伤的 你们光打一个越战就死多少人了 你们也没有忧伤到这样 是吗 他说是的 他说 当然也不是你们失去了那两个塔 让你们忧伤成这样 因为你们在国外所付出的海外资金 付出的比这个塔 一年就好几个塔的建设费 对不对 他说是的 你怎么那么了解美国 我说我查过资料了 但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些既然都不是 那什么让你们这么忧伤 是因为被撞到了太意外了吗 还是因为你们的损失 还是因为你们颜面失去了 要讲 要讲颜面 你们越战也没打成功 那也是很没有颜面 但也没有让你的国家 变成整个国家 这样子摔脑到这样 也没有 他说是 那到底是什么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他愣住了 那个是导播 愣住了 他说你们想不想知道 当然我的答案你可以不用接受 但你想不想知道 他说我愿闻其想 是我的吗 是我的吗 应该不是 那我愿闻其想这样子 他说这样讲 我就跟他讲 我说其实不是 是因为你们全国都在怀一件事 上帝为什么没有站在你们这一边 为什么让你们眼中的回教 在你们的教义当中 不少的教义认为那是魔 为什么会站在魔那一边 上帝的意志是什么 你们近乎要对上帝的意志产生怀疑 这是你们整个社会所面临的最大危机 哭了 从摄影的跟导播当场哭了 哭到欺负成声 我戳到他伤处 哭了就释放了 你知道悲剧是人性昇華 他真的哭了 所以说因果 其实其他宗教也谈英国 特别是一神教也谈英国 理论上他们也有英国 他们也有所谓的那个极乐世界 有他们的那个死后世界 有没有 到处那个什么那个电火柱上面都有 电火柱上面都有 电火柱上面写天国进了 然后就一台车子撞在那里 果然天国进了 但是很多情况你们看到天国进了 这天国进的就是说 你们没有好好的信服 没有好好的赐奉上帝的话 那么就没有天国 就审判终将来临 你有没有收过这种传单 以前我们常收到 现在不晓还有没有 审判终将来临 我觉得这个是有他们的信仰理论的 我们绝对不能够去讽刺嘲笑他 但你必须认清 这个完全不是佛教概念的 所以他也讲一个天堂 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净土中当然也有一个清净的极乐世界 这两码子是 在根本的逻辑跟因果上就不一样了 我说过他们似乎也谈因果 但他的因果永远只有三大类 就是你透过的是服从 侍奉欢喜 最后上帝的意志 这三大项是你跟上帝的这个 特别的因果关系 这个因果关系呢 做一个宗教徒是应该 本来就应该要有 那么但是他当中的前面的侍奉 侍奉跟所谓的 侍奉当然我们知道讨喜他 顺从他这样子 那最后完全的信任 完全的信任就是 上帝有上帝的意思是你不能理解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你不能刺探 你也无能理解 你也没有你人类的逻辑可以去排比 佛教是从头到尾都有属于人类的逻辑 那有超越人类的逻辑的 那个不叫做上帝的意志 不是 那个背后里头讲的是什么 是你的佛性当中超越你的经验而能表现 注意这不一样 这不是来自于上帝的意志跟上帝的欢喜 赐予 欢喜或者他的赐予 或者是他的一个不可知的意志都不是 都是什么 来自于你内心里头 只是你还不知道你有这个能耐 那个名字叫做佛性 基于这个佛性的感召而成就一个极乐世界 那个极乐世界上毫不违和 也毫不需要经由阿弥陀佛或哪一尊佛的欢喜 也不是你去讨好了他 也不是你去等待他的赐予 你才会到那里去 注意这第一 第二 你的去与不去都完全是跟你自己的内心里头的理解因果有关 不是一个等待 不是一个换取一个创造主的欢愉愉快跟满意之后 他赐给你他收走你 甚至于是以信仰为交换前提的 都不是 这样了解意思吗 那个国度固然是 上帝造的 而我们说极乐世界固然也就是阿弥陀佛的本愿所造 但是你能不能去以及你能不能看得到 那是来自于一切众生都有跟阿弥陀佛一样的佛性 至于能去的关键又是什么呢 不在于阿弥陀佛欢喜 阿弥陀佛没有所谓欢不欢喜 阿弥陀佛永远对一切众生平等 很慈悲到不行 所以他不会生气 他也不会降罪 他也不会离哉给你 从来没有这样 所以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去讨好他 你哪怕去骂他 他都给你最好的 你听懂意思吗 你也没有所谓的 触恼阿弥陀佛 让阿弥陀佛不愉快 没有这种事 换句话说你不是透过让他愉快而患得往生极乐 你看这完全不一样 在我更重要说明的是 创造那个极乐世界跟创造所谓的天堂 还有一个本质上的不一样 是什么 在唯一神教的概念里 所谓的天堂是两分法 天堂 人间 地狱 三大类 三分 三大类 我创造你在这边 历练你 最后让你回到天堂 如果你失去了跟上帝的连结 那整个世界败坏 所以准备下地狱吧 做最后审判 三个位置而已 极乐世界完全不是这样 极乐世界是一切诸佛无量无边的佛世界 亲近世界当中 之一 百千万亿个 这样的类似这么优美 这么不可思议 这么好的世界之一 但是他也是唯一的一种是因为 他让一切众生能够用最简易的方式 让他跟自己的自信相连结 而往生到这个之一的世界 这个叫做他特别 但是就以相貌的自在清净解脱 样貌来说 那是他无量无边都有这种世界 一尊佛就有一个世界 那是他的本愿所感得 不是他创造这么简单 他创造也不是唯一 因为诸尊佛都可以创造 换句话说 不可能有诸尊上帝的 了不了解 对不对 所以上帝的天堂唯一 而诸佛的亲近世界 是无量无边 不但不唯一 无量无边 从这个角度你就可以知道 净土法门 我常常讲净土法门 净土法门它是有大称的共建的 这刚刚这个就是大称共建的结论 也就是说净土法门的出现 绝对没有任何外道色彩 不但如此 他还直接贯彻着 所谓佛法里头 特别是大称共佛法里头 最核心的见解 叫做佛性实相 佛性见 或者叫实相见 实相 他是基于实相 所以一切众生都没有 都在实相之内 你我只是暂时经验的不理解而已 那因此往生极乐世界 不经由哪一尊佛的恩赐 或哪一个人的对错 你做得好或不好 这样子的一个表面的一个计算而已 它重点的核心在于 你顺不顺它的决性之一 决性 这个决性有很特别的概念 决性 它是本然存在的 这种概念要有 它不是上帝赐予你的 换句话说 如果它本然存在 那你怎么没看到它 或者你没感受到它对你的作用 它的主要原因是被遮止 而不是因为它没有 你听懂我意思吗 比如说月亮 15的月亮 15号农历15号出现 农历15号来了的时候 这个那天阴天 但晚上因此你看不到这个月亮 你看不到 没有错 可是你知道的月亮就在哪 而且是满月 对吧 15号满月你知道的 只是怎么样 云遮住而已 你清楚它在哪 极乐世界的存在 对一切众生来讲就是这么的真实 它就是 它是满月的存在就在哪 随时 那么你没看到 不是因为生灭的关系 它没有 不是 是因为 你我的乌云 无名益障 无名的业障 亦 亦就是遮眼睛那个亦 亦 无名亦照 让你无名是内在 亦就是你眼睛看不到 不是亦 是亦 去遮你 遮住你没看到 这样而已 诸位 这是净土中一个最根本的大乘见解 你得要知道 它本然存在 极乐世界是本然存在 那你说没有 那 哎呦 没电 没有 不是 那时候阿弥陀佛要发愿才会存在 是的 是发愿才存在 那是有一定的生灭相是没有错 但是未来 它即便是阿弥陀佛入灭了 还有观音菩萨 也会来继承极乐世界的教主 从这个本愿一升起之后 你的往生极乐是本然存在的 不是经由佛菩萨的高兴不高兴 这叫做生则食生 生的一定生 实际一定生 那么只差什么 只差你那个乌云亦目 这个遮你的那个心眼的这件事情 你得要遮开 你得要拨开 那拨开这个心眼需要一些方法 那么我们的净土法门的理论 理解到这样之后 那么拨开的方法 那进入到至亲菩萨的无量寿经 他的本文是 无量寿修多罗 幽婆提舍怨生记 他的本文的内容是这么写的 无量寿是阿弥陀佛的翻译名称 他本来也可以叫做不翻 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他没有把那个佛字写着 那么又有说法是说 他在讲的是 跟这尊佛有关的一切经 就修达拉 修达拉 修达拉就是修多罗的翻译文 修多罗 修达拉 是什么呢 是契经 契合佛意 他本来经的意思 中文经的意思是指的什么 是人类经线 这是尾线 是经 这经线有贯穿的意思 就贯穿佛的本意 佛的思想 所以他这里讲修达拉 那么 那么 那么幽婆提舍是什么意思 是指 论 议论 或者叫做中 或者叫做依经论 这里讲叫依经论 论 就论述 或者叫做经 或者叫议论 什么叫议论 论就是我吸收理解了之后 在整理说出 这跟书不一样 书是指去解释他 这里你当年也是解释 但是是我经过我整理的 换句话说整个全名是 无量寿是指的 无量寿 与无量寿佛相关经典 叫做无量寿修多罗 他不全然是指的是无量寿经 这样了解吗 他近乎可以说是所有的净土经典 他表面看起来不全然是无量寿经的内容 所以他应该是理解为 跟无量寿佛相关经典的整理论 这样懂吗 是整理的 他叫做可以叫做一种忠经论 忠经论 忠于这一类的经 而且还不是一部经 忠 忠是指什么 忠派的忠 就是以你为忠这个意思 以你为主 以这类经为主 所整理出来的一部论 这样了解吗 而且用论 他下面还加一个 这一部论又不是在广解 阿弥陀相关经典的内容 跟经的内容 又不是 是什么 是所定为 幽婆提舍怨生之计 也就是所定为是以 特别以讨论 无量寿相关经典中 关于往生有关的寄言 寄是什么 寄是指 句 是指的寄 寄寄是什么 就是 一般来讲中文的话大概七字八字之内 大概都七八个字 也少到六个字 也有少到四个字 这样子为一句一句 对整的表示 也就是每一句的段句是一样长 一样长都是四个字或六个字 或七个字或八个字这样 这样 这样叫寄 那这样表现成什么呢 这样表现成怎样 表现成说你在看文字的时候是很对账的 那么也要让文字精简化 那么还有相对就叫长行 就是说论曰 他就会有论 论就是长行 就长短句了 他就比较随缘的这样说长跟短 OK 好 那么要这样子 最重点在那个 提到那个记 怨生的怨生记 不过话说回来 其实要依本文来反面解释的话 他应该是幽婆提舍及怨生相关的记 他其实他还包括论的本身 论的本身 那个论的本身跟记 本身并没有完全观念上的相连结 记是记 论就长行 就是长短句就不居了 就像写闪文一样 那个内容就不居 他是把这样一整部 所以他这个不能够说是一部 用记 完全用记写出来的论 也就是说他的格式是很活泼的 他有一部分是记 表现出五念佛门的内涵 然后接着再用长行 来表现更多的内涵 这样听懂吗 这样子成为一部 我们先前讲的叫做往生论 往生论 他基本是论 因为幽婆提舍就是论 翻译成中文简单的说就叫论 好 我在网路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路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到慈悲置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疗愈课程 果栋花现场教学 韩力璇老师教授 日期1月26日 星期五 时间下午2点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路二段345号 本课程需请来电报名 以便材料准备 佛教慈悲置业高雄分会 中山书方举办 供佛摘天继礼拜 88佛鸿鸿饱餐 功勤赞山法师 赞江法师 赞同法师组法 日期2月16日星期五 大年初七 时间上午9点 供佛摘天祭佛遣大供 下午1点半 礼拜88佛鸿鸿饱餐 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 472号7楼 恰讯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佛教中山书方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方 干净 有残忠祝日 普遍称人 吐出的线一般 它们从蚕吐出 然后又把蚕卷捆起来 不论你做什么 应以无念作为封印 然后将累积福德的行为 做回向 如果你能如此修持 你所做的每一个行为 都会变成带领你 证得佛果的法 尽管如此 像你这样单纯的女子 没有什么毅力 你们有着有形的敌人 无法修持佛法 反而被婚嫁 你的恶业 让你们有无数的工作要去做 所以 你们从不思维佛法 只有非常少数的女子 能在佛法的修持上 有所成就 因此 要以坚韧的毅力 让自己鼓起勇气 马尔公的珍宝顶世女 向上师问道 请为像我这样 具有恶业的女子 赐予未来 不再投身为女子的教研 连诗开示 本自极有的了知 此觉醒心 不是在过去 现在 或未来所形成的 此外 它既非男 也非女 亦非中性 且功德上并无差别 它是本自 本自 升起的本然 现前 是无神的法性 离于死亡 迁转 以及毁灭 法性之中 没有变异的恐惧 因为这个心 所显露的念头 是决心 因此无需努力或修炼 念头在其中升起 又消融返回其中 犹如空中的云一般 法身就在你之中 由于它从未被形成 轮回从一开始 就是清静的 它不会投胎转世 而有肉身 法性的游戏 是会观的自信 一旦你了解这一点 身为女子 就不再是低下的 若是无法认识 法性的自信 即使出身为具有威权的国王 也无法停止轮回之流 无论如何 除非你了物无身法性 否则没有任何事 能帮得了你 这就有如不孕的女子 无法生出孩子一般 然而 一旦你了物无身法性 你就不需要再受身 尽管如此 像你这样的女子 聪慧不足以修持佛法 你既缺少坚韧的铠甲 也没有能力修持 你的智力薄弱 难以向你 视线法性的自信 你的胆小软弱 使你无法了悟她 极少有女性 能在佛法的修持上 有所成就 因此 你应该全心全力地付出 用心修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